颱風清晰造成三命游泳池屋頂受損嚴重 雖然在10月15號修復完成 但鐵皮屋已經使用12年 屋頂梁柱修實嚴重 台北市議員張茂南批公園處修繕方式 並未整體更換 而是將階段的衡量補接起來 根本治標不治本 講起來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我剛剛看到的 我們游泳池的池底 已經跟破頂沒有什麼兩樣 它的保護層可以隨手掀開 這難道還像是游泳池嗎 好 你說到自然損壞也沒關係 但是事情過了一個多月 連動都不動 連動都不動 颱風 沒機 颱風下的水還在那裡 讓人民看得下去嗎 在接貨游泳池會員踢爆的情況下 議員張茂南更發現 抬頭一看屋頂多處梁柱 秀實情況明顯 颱風已經過去一個多月 市民朋友不知該等到何時 游泳池才能修好 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地上坑坑洞洞 連支撐梁柱的螺帽螺絲 都嚴重的腐蝕 摸一摸外表就脫落了 結構如此完全亮紅燈 要求市府相關單位檢討整體環境 是否應該重新規劃整修 可以講一句話叫什麼話你知道嗎 千倉百孔 千倉百孔是不是千倉百孔 之前10月15號我們修復的是 那個颱風就是各位看到的 就是說這一次沒機颱風 那就是那個浪板被吹掉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已經做一個修復 那因為說因為現場來講的話 還有一些秀實的部分嘛 那秀實部分那當然就是說 我剛才講就是說 還要經過一個檢視嘛 那一個檢視 然後我們要修就一次把它修好 不要像不要就是說 講我是修得一一一一 這樣也不好 因為這也是公眾安全嘛 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做一個總體檢 大概是這樣子 三名用池的公共安全堪率 經過建築師會刊鑑定 也希望能夠盡快改善結構 議員也要求公園處必須立即 進行全面體檢 並且緊急動用二杯金 作為災害敷衍使用 還給市民朋友該有的使用權益 記者溫文君採訪報導 中佳有線電視 雄精菜 中佳有線電視